6月底环南市场摊伤大规模接种疫苗 事后却爆发其中有确诊者 紧急匡列73人 但现在被爆出原本要休市7天 却变成3天 被议员指控降低防疫标准的 竟然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外对话记录中有摊伤反应 不是亲密接触者不用隔离14天 环南市场自治会会长林盛东则回复 跟黄珊珊协商争取 环南只要休市3天 全面消毒 令议员看不下去 面对质疑连讲两次 不是自己可以决定 但台北市市场群聚连环报 外界也把炮口对准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台北市家庭批发市场 5月18号爆出确诊个案 根据了解5月19号 北市府防疫会议中 市场处就提出方案 只要有摊伤确诊 市场就得立即停业 隔天也得修饰一天 恢复营业后还得强制管控人流 但被柯文哲当场拒绝 改成遭匡列摊伤停业三天 还说封市场是警察国家 才会做的事情 就怕摊伤担心损失 隐匿不报 柯文哲也祭出补偿措施 若被政府强制停业 一天补偿5000元 若蔬果肉品已进场 来不及撤出 另外再补偿5000元 北市力求在防疫和市民生计的难题当中 找出最大共约数